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歡迎收看ET才智 Talk 我身邊的不需要多講解 湯博士 你好 大家好 電堂級人馬 湯博士 今天我想你幫我拆解一下我們的樓市 究竟這次是真虛火 還是新反彈復甦 我都見過幾個政府官員 名字我當然不能說出來 他們都覺得有些少遺憾 有些少遺憾 為什麼不說後悔呢 說遺憾應該是早一年 一年前撤了 一年前做了這個動作 樓市和整個社會環境都比較好 你都納負了很久的 是啊 去年10月那時候撤不撤你應該最失望 是啊 他們不夠答這次 不過這次撤得比較徹底 是 連SSD都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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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他們 原來他們都是很遲才決定 啊 不計算了 全部撤了 如果真是 真的到有問題 才反過來 我覺得 這次撤完之後 大家都有一個 比較對樓市給一個小心的看法 做法的小心 那些事件 不是以前炒得這麼厲害 沒有那麼多摸貨 有摸貨不是沒有的 有些是好的 不過太多就不好 摸得多就不好 等一下要和你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不過看到現在樓市有光景 又真是活了很多 不論一手樓還是二手樓 其實都已經有些代理不停的報數字 有時候在社交媒體上 看到譬如中原 陳先生有些日日在報 新款賣多少 是啊 最好勤力 是啊 當然了 現在事件難得活躍 有些做地產代理的朋友 都覺得有些成交 你不要看樓價究竟是 真的能不能起死回生 但有事要做 最終有流通 有賣線為止 就算低於兩成都不要緊 大量成交就可以了 現在是 暫時來說 有些數字都還沒有更新 不過最新到3月中為止 你看到每個星期平均二手成交 其實比去年全年的平均數 是多了差不多90%以上 一手樓 最近很多不同的消息 剛剛weekend的時候 將軍澳機也有一個很厲害 應該如無意外 今個星期都已經清貨了 不過看到感覺上 有些價位比較甚深 我想問你 那些買家賣家的態度 現在有拉鋸的程度 可不可以反映一下 真實情況給我們聽 是否樂觀 我想買家就比較瘋狂一點 買家就比較謹慎一點 因為一買了出去 一買了出去 如果真的升得很快升 他買不回來 除非去移民 除非離開香港 如果不是買不回來 他就個負責 買家就很衝動 買家就覺得 已經是一個 辣椒十幾年了 現在解放了 現在解放了 應該有很多 很多的扣馬力 實際上現場來說 是有很多的扣馬力 我看報紙 發展商的主人 訪問那些 媽媽買了兩個單位的 村來銘盤買出樓盤 剛剛講的就是新樓盤 我說這些真厲害 現在要沒有洋威 沒有親我沒有 繼續保持著子女 很多媽媽是很有錢的 但是他們不敢買 不敢給兒子他賣樓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用了兒子的錢 用名字 那些子女可能不如等金融拿去財務公司簽個名 拿到錢 真的會 真的 借大了 不知道的 但是如果媽媽買加兩個名字 比較好就不行了 比如媽媽買一個跟大兒子 一個跟二女 大家都開心 但是如果兩個名字是給了他們 因為很多人都沒有給他們買賣的 買賣出了大陸 如果一個人說的 他們就很高興銮的 benefit 但是用其他地方 甚至內地的情況 如果你一放寬了辣椒之後 頂多說頂多兩個月而已 接著應該三四月開始冷淡一些 市場就會剩下的了 你是傾向哪一派 我就覺得這次就不會 因為我自己的朋友或者很多內地人 他們都是打算來香港買樓的 很多內地人 實際上內地人口是下跌的 下跌的一條數很容易計算 內地人口平均數字是80歲 現在內地人口是14億 你用14億給80去除去 就等於1600萬 但是現在內地人口每一年出生率不夠1000 就是每一年欠600萬人 基本上欠600萬人實際上 反而內地的房地產市場 不是大城市 是三四線城市開始 就已經有樓國人住了 就像現在日本一樣 所以大家小心 但是香港現在就很奇怪 香港以外有辣椒稅 他們不是給不起水 而他們覺得你歧視我 不太划算了 不太划算了 這麼多要給你 還是說搶人財 你是搶錢還是搶人財 現在他們下來 現在來做專財的很多 都幾萬人了 第二 有一批人你覺得很奇怪 那批人就是父母 你會發生了一批人 這批人的完全是大批人 所以在大軍方的制度 都會不會去掉 自己在大軍方的制度 都會去掉 那只要把拜登 你走去掉 你都會去掉 因為我始終會去划算了 那就要給到幾十幾年前 很多朋友 他們的伙計 母親都同下來讀書 所以他們就很考慮校網 什麼什麼 近水樓台過來這邊 也有住屋需求 不過很厲害 因為你的量很大 那裡有很多人在下來 我覺得 現在就是 最重要的是買了之後 他們不喜歡可以買走 但是你想以往放30% 不喜歡想買走 又給20% 人家覺得不知道怎樣 變成現在好了 自由浮到你自己的眼睛 你不會輸向稅子 按自己的需要去做 還有有些人說 我買到來真的不對 我都不想到香港 我回去 或者我移民去別處 他們就想去買了 他們不想到他們 實際上在香港 在內地的人心目中 是第一個成事上去買樓 第一個 因為很多人向北京 上海 深圳 深圳 廣州 那個四大名城 人們 第二層樓就不會買回去的 比如第一層樓自己買了之後 去廣州 又去廣州 第二層樓他們很想來香港人 北京都是這樣 我覺得這些制服 我想是有很多數據被政府看到的 上午下午那裡主任來的就是給了一些數字 不要那麼歧視式 所以突然間開房 沒有人猜到的 那也是 你真的潛在來這一邊的接需求比較大 因為我之前有些朋友請吃飯 有些人說 很接近政府人士的自稱 有什麼消息法 我覺得 不能撤辣的 這些是微調小書 我覺得這次是最後一次的 那個機會為什麼最後一次呢 因為如果不撤就是 錯失了 救不回 然後地產商不會買地 你買不到樓 真是一個死亡循環 實際上現在我們財赤大約123億 買地就1000億 那300億就是消費稅 消費券 如果不派那個消費稅就是350億 那這樣好像很容易解決了這個財政問題 現在就搞到樓市一不行 其實有很多礦貨會受影響 而且你發展商不買地 你買地收入那邊沒有了是最大的那塊 所以這次可能基於這個考量 的財政還是出了一些事情 那是什麼生意 目前如果有很多財政 是有很多財政 那些財政要行動 但是現在他們會到處做一些財政 然後他就會去拿大約 那其實現在是好像按照 雙方暴力 那如果幫忙隨便投資 現在應該有很多財政 現在1000億 為什麼差點呢 就是以往香港人都很喜歡去環頭環吃東西的 現在不知為何疫情之後 譬如我去西華 或者北角 跟以前都不同了 都沒有人的 但是以往有很多人的 好像你這樣 習慣了回家吃飯 現在我也是 現在沒辦法 所以真的沒辦法 現在疫情真的改變了很多人 因為疫情的時候你如果請客 一定要去我家 你現在經常請人回家吃飯 我看到你 因為那些崩嶺已經很熟悉 他還問你 還沒有人來的 但湯博少爺哥 剛才你也提到 可能我們設立之前 就真是單靠一個剛性的住屋需求 是撐著市場 很明顯看到不是很夠撐 現在就多多一個動力了 有些人就討論 你擔心不擔心有炒風出現 如你所說 你本來都覺得SSD不會抽起的 但現在你抽起了 之後大家 投資者的角度是不是算到數呢 我覺得大家不要擔心炒風出現 或者擔心炒家 就是魔貨那些字出來 炒家是 我形容炒家就像玫瑰一樣 玫瑰 一個葡萄的 現在你喝葡萄酒 葡萄裡面到處種了玫瑰 玫瑰跟葡萄的那些灰菌一模一樣 那麽玫瑰就要準備早些收割 炒家就很性虐的 炒家如果市場不好就便宜一些 如果你看到炒家炒訂 或者是虧讓 你知道市場不好 它放不出 放不出 我覺得就是 但是 有一定調節樓市的作用 是啊 有一個換衝來的 你要了解炒家 炒家它是生意來的 它始終是最專業的 最專業的生意 那你就看它 實際上好像我以前做魔貨比較多 是啊 是的 十幾年前了 十幾二十幾年前 你這樣做魔貨我解釋給你 魔貨的時候就說 有錢我買一件東西回來 一億一億 簽了名 那時候那件東西沒有人買的 在律師樓簽了名周日 拿著電話 應該是來到 再折高多少要 不是啊 那個買家說我給你七百萬里產 那件東西你很容易買的 為什麼你要給我錢 我買的 我不知道書有多少值不值 你買了 有指標在那裏 這件東西最低限度值 那怪不得你做得多 那你眼光獨到 是啊 是的 那我給七百萬 我書極都是七百萬而已 所以我入行算是這樣的 人們都教我 如果你看不准的東西 你也要炒家買 不過現在比起以前會不會再難一點 譬如你大額的物業 其實你依然要給4.幾百萬的基本稅率 基本稅率 那你可能真的要很短時間 三個月內你真的要升回 接近六七百萬 那可能你才會打禍 是不是才會有一點點的美力 算是很大 甚至是很大 你 analyze來看 那幾百萬的分別 好的 因為來自我 我就在看 自己去看 它是一個最大 才要給 變成就真的有炒風了 但現在不是 你真的要給4.5.5元就要去炒 你加上用金、雜費、費用那些就比較困難一點 不過我知道你在傳撤辣椒之前 已經對樓市不是那麼悲觀 你又不會說自己是帶好友 但你猜今年傳來的樓價本身都是有微微香相的 現在傳撤了之後 感覺到的反應了 會不會再有信心上調一下樓價預測 實際上我希望樓價升成交量比樓價升 因為樓價升成交量多 就是多些人來香港 對香港的整體消費 感覺良好 好一點 你靠樓價升可能是一部份人覺得好 我買定位是乾炒上去 現在看起來很多人就下來香港 就是買一至兩個單位 本來剛才說的是買一個單位 現在是給多一點點錢去買 就買多個了 好像百貨公司 難怪新盤我聽到在報數就說一萬買幾個 一萬買幾個 實際上有很多的東西 實際上如果你想到香港或者內地一萬買幾個 那些錢真正在賺到 亦都很服侍這些人 怎麼服侍這些人呢 你的股票市場 這幾年跌了很多盛 是的 只有一半 實際上有一半的股票 就是很厲害的 也不是蝉入肉的 還有錢買的 還有錢買的 例如股票這幾年升了一倍 很多人買樓不出席 但是跌了一半 跌了一半 由3.3萬到1.6萬 跌了一半 還有這麼多人有錢買樓 這些人是很精明的 湯牧師 你說 譬如你這麼多年經驗 其實從來一個資產增值就是支持一個樓市 其實股市都是的 只要你看到憧憬那樣東西會升的話 其實就算你有多少稅 它要你買多貴 其實你也有一個效應去買上去的 現在你聽到很多人有信心過來買東西 其實他們是基於 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理由相信 香港最壞的情況已經過了 實際上香港壞的情況就是在辣椒水 辣椒水是給的太多 那些人是不買的 那你就索實 除了辣椒水之外 有一個叫做益周期草書的 那些借錢如果借到很低成就做了 四十多個百分之五成很難借到的 變成能夠有能力買樓的人 要給很多錢出來的 變成實際上如果嚴格來說 購物力真的不見了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有很多向國來來的 忘記了 向香港那些真的又存了幾年錢了 就早了很多年錢了 現在有能力去今次復甦 今次復甦如果能夠買到 一萬五千個單位庫存 這個是樓市開始穩定的 那你覺得什麼因素令它復甦 因為剛好李澤巨先生也出來說 雖然它對前景有一點審慎 但是它的說法就是 覺得樓市其實慢慢build up 一些需求出來 見到好的那條路 覺得接下來的downside的機會 就是小過upside 大家就揣測了 究竟是不是基於經濟層面 各樣的因素 香港已經摸了底 現在一直有出現金的 他說不懂去做一些 做些什麼事情 有 這些人總是市民 也不只會建立 他那什麼 밖에問題 如果被人用到這個 都是香港要的 那些人公司的 都可以建築 那美國總是中國的 美國總是經濟層面 還不 roy 西方的 那都是香港的 水平的 但是它不會不見了它 我覺得呢 現在也買了很多銀豬盤出去 這段時間都買了很多銀豬盤出去 以往是沒得買的 你會給幾十個水分 沒有人買 現在也有人去撿雞 我們不懂撿這些 因為一個財產盤有一個特點 不夠靚的 因為譬如一個人有幾個物業 通常會拿最差的按理財產的 靚的都是自己收買的 不過裁判通常是沒有那麼靚的 所以你就不靠那些 低層的 買物業最重要 之前我經常都跟別人說 你現在買物業是最好的時間買物業 為什麼 樓市最壞的時間就是最好的時間買東西 反而來說 樓市最壞的時間是最壞的時間 最好的時間也是最好的時間放了出來的 那我八卦 你開始出手了嗎 你開始買東西了嗎 在樓市裡 我們在聊著的 聊著一點 都是住宅什麼類型的 我們喜歡泡位多一點 泡位多一點 都是做患的 而且你現在買東西就一定要向炒家購買 炒家購買 因為炒家是要多貨 現在很難 又沒有辦法 就算我如果財政有問題 我都要出貨 出貨也要出靚的 你頑皮的沒有人理你 但是你譬如鋪那些跟住宅有些不同 你住宅因為租金過去一段時間都升得很厲害 變成你相對於拉高整體的回報率 都有3厘以上 但是你譬如鋪這樣算 其實它還是有點而下行 是不是比較難喊上去這個租金 那個鋪呢 因為最近很多人不想購物 一個人不想購物 卻不購物 因為我幫你購物 然後你購物 這樣看著這個租金 那些都是 因為這只購物 就購物 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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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購物 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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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出名人的 一起搭電梯就很麻煩 好像你和男朋友一起搭電梯就不行 好的 明白 去回我們住宅那方面 剛才很多不同的投資者的角度 眼光來如何出發 你自住又沒有 其實你要用的話 其實現在很大的誘因讓你去買 很多人關注就是 因為這個租金和樓價的差距 在這一兩年 抹得太闊了 你來的會不會正常化一點 現在除了市場 應該希望正常化 為什麼抹得這麼大呢 就是辣椒的問題 就是你不准我買樓收租 我買另一層樓 你要收我這麼高的稅率 那哪有人會買給15% 香港人給15% 沒減就減就減就了 15%你要給5年的租金 即使你買一件回來 給5年租金政府 5年租金我不用了 這樣沒有人買樓收租 那租盤呢 即是收緊租的租盤 如果買了給別人 他都不是收租的 他都是用來自住 變成越來越少了 所以我已經跟一年前的社會問 你這樣你不設立 那租金上就流價跌 是啊 很怪這個現象 那現在抹了 因為在這段時間 租金上了10% 流價跌了10% 所以你這次可能會追回一點 租金不會上了 租金會下了 還有你說真的很多 譬如有些內地人來香港 譬如專財 我沒有理由現在出手買東西的 那他們就變成了租 在某一些區分 我看到租金就搶得特別誇張 是啊 現在最重要是你的專財力得多 現在實際上 我聽行家說 內地人有 實際上東南亞人都很多 東南亞 印尼 馬來西亞 那些人都很多來香港買東西 香港市場保持政治穩定 我們不要搞這麼多東西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 我認識很多東南亞朋友 他們已經買了很久了 剛才買了很久了 白昆島 收租租 那些銀行有專門保護 負責他們 你知道他們 新加坡泰國 現在新加坡要給60% 不過美國不用給的 美國人不用給的 美國人不用給的 不知道美國 瑞典 挪威 路心寶 那幾個人 今天找幾個陪下去 今天找幾個陪下去 好像要約女生去隔離 要約隔離那幾個 都希望好一點 我們這邊暫時來 至少譬如 我看到最近的事會約回來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那些一手盤 推出來很氣勢如紅 但是很多人就說 會不會解讀 因為有些盤就銷得很好 有些盤 你說什麼 開出來的價七年多 新低都去不了貨 那其實究竟是 跟經營的盤就說 大約有些公司 那些人就一定的 一般都會去到貨幣 而且那些人都會把錢 都會被革命 到貨幣 那些人都會被捕 那些人都會被捕 因為他們都會被捕 就是最基層的那批 最下的20%至25%的那批 那些物業代理呢 不如我和西大發先生做 長造長有的 我的客人給他 另一個盤就有 長造長有的 跟你做 譬如你只有三個單位 我有客人我都不給你 我有客人我都會給他們 就是那個樓盤 而且那個樓盤又賺人一點 變成有些樓盤就算好 那個發展商 反應都是一般的 就是我有客人 我都會送給那些大的地產商發展商 始終其實他們的貨尾現在累積都很多 就是兩萬多個 再加上一些潛在供應 現在數到有些說超過五萬 那接下來他們是不是那個策略都會傾向 因為我看到他們現在都是 但是他們還要摸著石頭過河 就算我清袋 但是我之後加價都是很輕微的單位數 加上去 是不是他們都寧願要錢要貨 我估計真的不會價格不厲害 因為量大 量大 而且現在這個 因為有兩個 以前大家經常聽到一個叫做 就是這些 它是新樓銷售售 不是新樓銷售售 是新樓空置售 新樓空置售 沒有錢 但是現在還有新樓空置售 為什麼呢 這個利息就是新樓空置售 以往是一兩厘 相當我拿了兩個巴士 現在是6厘 6厘 6厘 多4個巴士 要快點清掉 不會淪息去春貨 不會多幾個百分比 除非去了很多 不會淪息 如果他們的價格不會那麼進取的話 如果整個香港貿易市場的回流去一手盤的比例會比較大 給一些策略建議 如果我是二手樓業主的話 不如快點清掉 因為有一手樓來的 有二手樓 很多人都喜歡買二手樓 一手盤要成熟期 好像吃魚生 一開始都不好吃 要放幾天 等不知這些孫子 要先過了 如果要熟成它 每個新樓盤 初初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下面只有一些街址 未有商場 未盛那些 你慢慢才等 我想十年八歲 有些人喜歡買比較成熟區份的樓盤 二手樓 當然 二手樓 你可以去看 但你不喜歡介紹 因為一手就買了一張圖書給你 一手就抓住你去到售樓部 是啊 有些氣氛 你很容易幾個買了 我去看一手樓部 我發覺真的很厲害 那個造勢 那個氣氛 你進去穿了一份東西出來 你穿了一份東西出來 你出來的時候 心大心小的 你跟著這間代理公司簽 那些代理當然是說很划算 但原來第三個代理 還很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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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想要 四個單位 四個單位 兩千多萬個 下次你要盤去看樓的 我有很多記者朋友 一起跟著你去 我又想要一個 那些人都能看 你去看它 你去看它 那些人都會去看它 你去看它 你去看它 它就把這個單位 那些人都想要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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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性交期長一點就給你去拿貨 給你去抹 就會出現這些 那你就西餅客了 以前我也有的 以前你的地訊生 譬如說我有40、50個單位給你 市價9折、8、5折 但是不用你給很多訂的 給你5%訂 你可以拿9個月 半年 甚至一年 你跟它說吧 一年之後才成功 大家賭的了 大家賭的了 不是每個都好像可以 那時候你差了5% 因為連印花稅都還沒用 現在完全不同了 你什麼都要先給 好啦 今天非常開心 跟你談了那麼久 不過我覺得如果可以再跟你談 可以談多幾個小時 因為太多故事可以聽 所以我就說你隨便問一些問題 輕鬆一點 不要說我要看著答案 不用了 你經驗這麼豐富 我問你什麼 你都可以說到真實畫面給我聽 希望快點可以再請你上來聊聊天 希望我樓市真的轉活一點 好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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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